加州學生援助委員會宣布 免費申請聯邦學生援助的截止日期已延長至5月2日 星期一州長留心簽署了AB187號法案 領期成為法律截止日期延期立即生效 根據新法就讀於四年制大學的加州學生 可以在5月2日前完成FAFSA 而就讀於社區大學的學生則可以在9月2日前完成申請 所有在加州就讀四年制大學的學生 都將有資格獲得FAFSA優先延期 同樣適用於委員會管理的財政援助項目 包括加州助學金和中產階級獎學金 新法律將給予加州學生更多時間來完成FAFSA 並獲取他們開始大學生涯所需的財務資源 《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道》